对 刚才主持人提问是说 这个刘强东在事后处理的怎么样 我觉得刘强东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他只需要两个字 就是道歉 至少是道歉 至于法律责任 民事责任 我们再另说 之所以要道歉的话 只要不管你跟女方是怎么发生这个关系的 是强迫的 或者是被动的 或者是中间有一些其他各说各词的瓜葛 但是刘强东要道歉 只要女方 只要另一方提出了异议 或者是向警察告了这个情况 或者是有诉讼 你道歉要面对三个方向 第一个道歉是对当事人道歉 对当事人所受到的侵害 或者是感觉不好 说得浅一点 都要道歉 第二个对自己的家庭道歉 把自己的太太孩子支开 然后搞了这么一个所谓的企业家会 然后干了这么一桩见不得人的事情 首先对不起家庭要道歉 再一个是要对社会大众道歉 因为刘强东不是一般人 他是一个富豪 他有社会地位 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也就是政协委员 是这个富甲天下的 福布斯排名第二百多位的这么一个富豪 你要对社会大众道歉 对给社会的不雅的观感 这个京东总裁的形象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而是继续地通过他这些 这些爪牙也好 这些帮凶也好 继续地造谣声势 或者说是到处做文章 反嫁女方 我根本不相信 我不太相信所谓先人跳社局这种做法 这是因为这个刘强东 这种做法完全符合中国这种 目前的企业文化 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 所以我觉得刘强东 处理得最砸锅的就是 他没有道歉 香港艺人许志安最近道歉 哪怕是因为他出轨 双方前面的出轨 他都自己说对不起家庭 对自己感到恶心和反感 自责因而道歉 中国最缺少的就是道歉